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我脑海中的橡皮擦 到前段时间超级火的爱的迫降 他主演的电影 电视剧 不仅口碑很好 话题度也都十分高 他也成为了大众心目当中的收视保障 孙一珍1982年1月11号 出生于韩国美女最多的城市大邱 本名是孙颜珍 但是因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名字有点难记 所以就以孙一珍作为了一名 学生时代的孙一珍也和其他人一样 有过中二的青春期 孙一珍曾经在采访当中表示 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受到了音乐专业的姐姐的影响 不仅对美术专业 还对时尚方面有很大的兴趣 而且也是学校的一名 接力跑步选手 当时因为相信上课时打瞌睡 血聚集在头上 脸会变大这种传闻 所以我当时连打盹都一定要抬着头 那么孙一珍是怎么走上演员这条路的呢 孙一珍表示 我上学的时候是一个连上台演讲都会害羞紧张的内向型的学生 当时觉得自己天生就不是做演员的料 虽然我也觉得我的八字与职场生活也不太合 但是我还是没有做艺人的想法 高三的时候 偶然间通过了熟人的介绍认识了现在的所属社的社长 于是呢 我就开始了演艺之路 我在模特金慧秀代言的化妆品广告里边作为广告模特出道了 拍摄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 和这种大前辈合作也可以吗 从这个网告之后啊 我们每周都会坐火车去首尔上演技课 我也是我们高中里吧 第一个成为艺人的学生 上着演技课的孙一珍 在2000年正式考入了首尔艺术大学的电影系 继续对自己的演技进行深造 之后慢慢开始了他的影视方面的发展 孙一珍通过第一部电影秘密初灯大萤幕 之后借着《每位美爱》这部电视剧提高了自己的认知度 当时搭档了苏志毅以及全香佑、池成等人 紧接着又接了形象非常清纯的广告 此后清纯就变成了他的代名词 他也一跃成为了国民初恋 在这之后他遇到了直到现在大家都记忆犹新的电影 《向左爱向右爱》 孙一珍在这部电影当中以素颜抽演 他清新的模样更加加深了国民初恋的形象 他还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了最佳女性人奖 2004年他又出演了另外一部人生之作 《我脑海当中的橡皮擦》 在这个电影里面孙一珍饰演患有阿慈海默症的女友 他与男主的《悲伤爱情》感动了不少观众 这部电影至今还被奉为是经典佳作 从这部电影之后 孙一珍的清纯的标签不在了 因为他开始了大胆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 电影《外出》就是他的转型之作 算是第一次尝试不伦之恋 但是孙一珍把这个很难消化的角色 诠释得非常到位 感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让人不敢相信演出这样角色的他 当时才24岁 2006年他带着要给大家带来自己更多变化的想法 出演了电视剧《恋爱时代》 大胆地挑战了离婚女的角色 2008年他通过《妻子结婚》了这部电影 获得了韩国电影青龙奖 韩国百想艺术大奖电影类的最佳女主角奖 并且达到了他影视作品的高峰 2010年孙一珍第一次尝试和年夏男一起演戏 首先是在电视剧《个人取向》当中和年夏男李敏浩一起合作 之后又和李明基一起拍摄了惊悚浪漫题材的电影《我的见鬼女友》 当时《我的见鬼女友》还创造了电影播放第四位的优秀记录 这之后他还尝试了动作戏 拍摄了人生第一部古装动作片电影《海盗》 这部电影票房高达860万 孙一珍在这部电影里面消化了高难度的动作戏 甚至拒绝替身 要求自己亲自完成动作 不知不觉孙一珍成为了少数几位 能够在中午录留下姓名的女演员 也是各大电影喜欢合作的对象 2018年孙一珍通过电影《现在很想见你》回归了 同年他在电视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里 搭档年夏男丁海颖 两个人在剧中保密式的姐弟恋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该剧收视率高达7.3% 成绩非常不错 而2019年他更是和玄冰合作 谱写了一曲《南北之间女总裁和男军官之间的搞笑又感人的爱情》 该剧的收视率话题度皆居高不下 出道到现在已经20年了 孙一珍并没有停在原地 而是不断地选择不同的题材挑战自己 不断地进化自己 所以才能够到达今天这样的地位 他真的非常了不起 目前他还没有接下一部作品 真的非常期待他的作品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